佔中三子等九個人就串謀及善惑他人犯公眾防擾 定罪同刑期提出上訴 代表律師指被告並不是意圖長期佔領 律政司則反駁 他們計劃佔中的時候已經推算有一定規模 林海彤報道 聆訊踏入第二天 除了未完成服刑的戴耀廷 其餘上訴人獲准無需出庭 代表張秀賢的資深大律師潘希華 說個個被告沒有犯罪意圖 煽惑他人犯公眾防擾 2014年9月28日案發的時候 張秀賢呼籲示威者留守天味道 只是為了重奪公民廣場 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 雖然他曾經說 如果警方不放人就不會走 但市民逗留時間有限 並不是好像控方所指 有意圖長期或無限期示威 代表黃浩銘的資深大律師 洛應鑑就說 控方未能夠在毫無合理疑點下 證明黃浩銘有犯罪意圖 煽惑他人阻塞昏域碼頭街 他一直保持冷靜 非暴力 明確告知市民一定要被救護車通過 律政司反駁指被告面對的串謀及 煽惑他人犯公眾防擾等三項罪名 都合乎憲法 佔中三子以舉行記者會等方法增加曝光率 希望吸引更多人參與 證明他們計劃時已經推算有一定規模 如果正是希望佔中一個小時 不用大費周章宣傳 他們正正是希望將佔中的影響最大化 佔中顧名思義是佔領中環 如果被告不希望造成公眾防擾 但可以在郊野公園舉行 有線電視記者林海彤報道 有線電視記者林海彤報道